最近网上有一则视频引起了热议 他说的是河南一地 因为暴雨 村民仍然在暴雨当中 在棚子看着很脆弱的棚子下面吃席 而我今天早上也刷到 其实就是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事情 上海的郊区 人家吃席的时候 还不忘打伞 用伞来撑着一点 防止这个雨往里面吹 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现象 红白喜事免不了 大家要凑个份子 都要来聚一下 所以你让人家不吃 因为下雨不吃 这不太可能 所以冒着风雨也坐在那 镇定自若地吃着这样的喜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毕竟这饭也不能倒掉 人家已经做好了的 也不能不吃 所以这也是一份情谊 但是这样的红白喜事 能不能改革一下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 有这些农村大集 这个吃席服务已经升级了 它开出来一个大吉卡 一个吉卡全电动的 能够迅速地升级成为一个大饭厅 特大的 相当于一个吉卡的车厢 变成三个车厢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所以在这样的场地里面 有空调 有遮风挡雨 也不用在烂淋淋当中 所以这样的习 是不是能够普及开来 估计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 这个手阳的车厢 那个手阳的车厢